大家好,我是阿萨社区的廖老师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去年12月份建了一个黄金群 带大家是一路看多做多黄金 就给大家看到了 黄金是一路飙涨到了1960 在群里面听了我的分析和预计朋友 那么这一波赚大了 所以很多朋友留言 请求我再开一期类似这样的群 经不住大家的热情 这个月我建了一个叫高胜率机会分享群 在这个群里我只会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每天两场的实时的实盘直播 通过直播的方式 分享各个品种高胜率的交易机会预期 第二,直播帮助大家梳理各个品种的 短线中线技术面 第三,整个二月份每天的行情机会梳理 和交易机会提醒 直播当中会有出版带单的 这一次机会可以说非常难得 上一次错过黄金群那波机会的朋友 那这一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想进群交流的朋友 可以用微信扫描二维码进群 或者关注我们公众号阿萨社区 然后留言,机会分享群进群 好,下面我们回到我们的早盘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交易 您所见,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今天是2023年2月17日,周五 很快,一周又来到了末尾了 那么这一周的话呢,在经历了这个周二的CPI数据以后 那么这个整个的一个方向都还是比较明确 虽然说过程它都是这个没有明确单边 但方向还是这个都是跌,对吧,飞米都是跌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昨天的这个行情 昨天的这个行情呢,应该说不算很大 但是呢,波动也是有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昨天这个欧元 昨天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给大家画了一个欧元做空的一个 反弹空的一个逻辑,是吧 反弹空 那这个距离应该说相差还比较远 差的还是比较远的 没有给到,没有给到 然后就跌下来了,是吧 好,然后呢,英镑我们看一下 英镑呢,我们昨天给的是这个趋势线的反压制 趋势线反压制,对吧 那么昨天下午呢,是一度往上冲 这个十分接近,大概 十分接近,差了一丢丢 差一点,然后就下来了 对吧,下来了,这个位置 好,这个是英镑,差一丢丢 然后呢,黄金 应该说黄金,昨天非常的配合 给到了我们这样的一波 没问题吧,朋友们 昨天我们趋势线 对吧,这里 这一段,短线的利润 OK的吧,没问题 是吧 好,然后原油 昨天的原油 也是比较配合 是吧 昨天的原油的话呢 无论是这个,应该说 无论是激进的,还是稳健的 最终都做到了,是吧 激进的早上在这里 对吧,稳健的 欧盘信号出现,这里 是吧 那这个短线的利润 没问题吧 OK,那么我们昨天的 这四个品种的话呢 这个黄金跟原油 是比较完美兑现了 欧元跟英镑 这个是差了一点点 这个英镑比较可惜 差了就这么一丢丢 好,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 今天是周五 来 今天的话呢 我们这个早盘 时间可能会相对久一点 朋友们 请大家耐心看完 好 首先 今天这个欧元的话 来,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 我们之前画的这个通道 对不对 大家看,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价格已经是干嘛 已经正在逐渐的接近 这个通道的下沿的位置 对不对 正在逐渐接近 通道下沿的这个位置 是吧 那我讲这个 那懂我意思吧 对不对 明白我意思吧 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欧元的 第一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 就下到这个位置 通道去接多 这个位置 接多 距离已经很近了 大概也就是十几二十个点左右了 很近 所以的话 大家密切关注这个地方的一个多 欧元的多 这是第一个思路 那么第二个思路 就如果说它可能没有给到 没能给到这个位置 那也没关系 我们找什么呢 来,我们找局部的趋势线 去做它的反弹的空 做它反弹的空 当然大家注意 这个位置的趋势线呢 我们是忽略了一定的引线 把这个地方的引线 做了一定的忽略 这样连过来 当然哈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画线哈 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多解性 对吧 你可以选择忽略引线 也可以选择不忽略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这样连 这样连 甚至这样连 都可以 甚至这样连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对不对 那么我的连法是在这里 那么不同的连法呢 会造成这个反弹的高度哈 稍微有一定的这个不一样 但是呢偏差不会很大 反弹起来有个空点 所以呢哈 今天的这个欧元哈 最好最好哈 最理想的走势怎么样呢 就是他先下来 对不对 先下来给我们接多的机会 多上去以后 再反手一个空 再空下来 这个是今天最理想的情况 当然一般来讲 最理想的情况呢 发生的可能性比较的低 比较低 所以呢我们不用过分的去期待 他要是能给到 那当然是皆大欢喜 对吧 那给不到 那我就看我们能做哪一遍 对吧 他能给到下面做多 上面做空 OK 这个是我们今天欧元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哈 那讲到这里的话哈 有一般哈 有这种两个思路的 这种机会的话 在盘中哈 它的这个变化哈 发生变化的这个可能性 也会相对会多一点 所以的话呢 这个如果说盘中 出现了思路的一些变化 或者说修正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会在这个 高概率的这个机会区里面 去跟大家去做这个分享 你看像昨天哈 昨天的话 我们有一位优秀的老师 就在里面哈 发了一个策略哈 是黄金 然后顺利去指名了哈 所以的话这个复合型思路哈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吧哈 好 这个是欧元哈 然后英镑哈 英镑的话呢哈 就简单点了哈 今天的英镑可就没有什么复合型思路哈 没有什么又多又空 没有哈 英镑我们只有一个思路 就是空哈 英镑一个思路空哈 来我们看一下怎么空哈 其实英镑的空呢 跟欧元哈 还是比较像的哈 同理哈 我们继续划线哈 英镑我们继续划线 同样哈 也是在这个位置 好 也是有一个局部的趋路线 来看 是吧 好 这里 这里 趋路线哈 这个位置 好 那么大家看哈 相比较而言的话呢 这个 英镑的趋路线的斜率会更大一点 对吧 而欧元的会更缓一点 大家注意 是吧 好 那么这两者的这个区别就在于 现在哈 英镑的一个跌势比欧元更大 啊 英镑的这个跌势比欧元更大 所以呢 英镑它的这个空 那就比这个欧元的空会更好 而且英镑我们刚讲的对吧 没有做多的思路 英镑比较简单哈 就是划线 划线空 OK 你不多说了哈 好 下面我们讲一下哈 今天哈 注定会费时比较多的这个黄金 来朋友们啊 今天黄金的话哈 是我们可能讲的比较久哈 来 昨天的话呢 我的这个早盘就已经开始跟大家去铺什么 去铺做多的一些东西了 对不对啊 虽然说哈 短线上我还是给大家明确的做空的这个建议 对不对 但是在思路上啊 要开始逐渐有做多的思路了 对不对啊 那么来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哈 我们首先这个做多的思路怎么来的 是这一波 对不对啊 前期这一大波上涨 我们拉飞波 然后再什么 飞波38.2 对不对 这一大波上涨的回调的38.2 是吧 这是一个大的逻辑 啊 就支撑我们黄金 看多的这个 在这个位置哈 去看多的大的这个逻辑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对于这个延续性行情来讲哈 回调呢 这个38.2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不对我们讲过的 对吧 那么这个位置再往前倒 是不是这里有一个支撑位 对不对 再往前倒 这里是之前大的这个调整的中间的位置 对吧 啊 所以哈 这是一个我们大的一个 这个逻辑的框架 啊 好 那么大的逻辑框架呢 然后我们再来回归到小的哈 小周期里面来 大家看哈 这个小周期哈 我们来画个通道哈 这个通道怎么画呢 大家看哈 大家看啊 注意下注意哈 下面的这个内容是我今天早盘讲黄金的关键点哈 昨天我们讲黄金大的这个逻辑呢是只讲了一个呃大的框架哈 啊细节我们还没有讲是吧 啊 来大注意哈 首先我们作为一个通道这个高点连接一下对吧 作为主线 然后呢 辅线拉下来 啊 辅线拉下来 看到没 啊 辅线拉下来 对吧 好 通道有了 啊 好 那么 辅线拉下 辅线拉下 现在啊 这个通道下沿的位置 你看哈 是不是就和这个38.2 对吧 两者能够产生一个什么 共振 呼应 对吧 哈 当然哈 两者肯定会有误差 哈 因为对于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上涨波段来讲哈 38.2这个位置呢 肯定是一个区间 它不是一条线 对吧 啊 再加上黄金这个品种哈 它的一个波动性 啊 所以呢 它这个区间啊 是有容错率的 啊 这个位置 啊 你说我们是否重点去关注 啊 还没完哈 飞波有了 通道有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往前回忆一下 啊 之前啊 曾经有一根线 我让大家去重点关注过 但是呢 啊 那根线很久很久都没有发挥作用 啊 本来一直非常期待哈 价格能够回到那根线上 但是它就是不给 对不对 啊 啊 现在我们来回忆一下 啊 我们重新把这根线给它找出来 啊 不知道 大家是否还记得啊 好 大家看啊 OK 线好了 曾经这根线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位置啊 或者说 你看着有没有一点眼熟的感觉 这两个位置的连线 看着有没有一点眼熟的感觉 啊 我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 跟大家重点讲过 这根线为什么那么重要 对吧 啊 后面我一直说 非常期待价格能够回来到这根线上 一直没有回来 是吧 大家记不记得 对吧 大家看 我圈起来这两块 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我当初怎么讲的 啊 对不对 我们平时画线的时候呢 取的都是点 对不对 点的话 一般都是什么 触到就反 触到就反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两个位置画的线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什么 啊 在于是这个多头筹码聚集的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能量快 对不对 啊 你看 这个地方下来啊 然后多头筹码重新聚集 上去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下来啊 多头筹码重新聚集 然后上去 对吧 啊 这些啊 能量快啊 记这个 这个叫什么啊 呃 聚集了大量的多头的筹码 是吧 啊 前段时间啊 应该是这个年前了啊 12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啊 就跟大家讲过啊 那只不过呢 是后面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行情 对吧 它就再也没回来过了 对不对 曾经一度这里十分接近 但还差一点 好 这个位置啊 曾经呢 一度是差一点啊 非常接近了啊 没到 那后面再也没回来过了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黄金啊 以这种形式下来 对吧 啊 刚好又是这个位置 所以呢 啊 那你说 对吧 啊 飞波38.2 对不对 啊 然后 这个减速通道的下沿位置 对吧 然后又是这一根趋势线啊 所以这个区域啊 这个区域的话呢 我们大致可以看一下啊 如果从飞波38.2 这根线啊 就这个死的这个位置 固定住啊 到下面啊 这个区间啊 从这个38.2 这根线到这个区间 大致上也就是100点啊 那对于日线的黄金机会来讲啊 100点的容错空间 应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 可以这么讲 对吧 啊 所以朋友们啊 今天啊 花了点时间 跟大家做这种啊 微观层面的啊 这个 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准备说去要看多做多啊 大家思想上要开始逐就逐变逐渐转变过来 原因就在这里啊 跟大家花时间做这个拆解啊 那么大家注意哈 我说的这个思路不是短线思路啊 好吧 不是说今天我讲完 他今天就要涨 周一就要涨 不一定啊 如果他快 他今天给到 马上起来 也有可能 如果他慢一点 今天不给到 或者说周一给到 是周一再再跌一跌 有没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吧 所以这个位置啊 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呃 多头的一新的一个起始点啊 我现在对这个位置还是充满了这个信心哈 对吧 啊 这一波 多头 回调 多头 再来 啊 这个是我对接下来行情 我是这么看的啊 我是这么看的 好吧 啊 涨 回调 涨 就我把这一段下跌 是定义为回调 啊 把这一段下跌 定义是回调 啊 好 OK 那么这个是给大家花了这个时间哈 讲了这个呃 大的多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好 那么来 短线啊 那说到短线的话呢 其实今天这个黄金哈 来啊 说到这个短线的话呢 其实今天这个黄金啊 我再讲一遍啊 短线 做空 依然是可行的 依然是有利润的 来看 对吧 昨天你看 这个位置 下来以后 弹起来又跌回来了 是吧 所以短线做空 依然是OK的 没有问题 好吧 啊 所以哈 请大家一定要听明白我的这个意思 啊 可能对于这个刚开始交易哈 时间不长的朋友哈 可能听的会有一点 云里雾里 对吧 老师你到底是想讲多而讲空 对吧 那如果说可能稍微有一定的交易经验 可能有个半年以上 一年左右差不多的话 你就应该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啊 好吧 一个是大周期视角 一个是短线视角啊 刚刚呢 我们花时间讲了那么多 是这个短线视角啊 大周期视角啊 它不是短线的一涨一跌啊 这会儿我们来讲一下短线视角啊 今天这个黄金的短线视角的话呢 哈 其实非常明确 对不对 啊 来啊 啊 那么第一个 如果说他今天哈 这个继续下跌的话 啊 继续下跌的话 对不对 能够给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位置 是吧 啊 关键的位置 通道下沿 啊 这个能量快趋势线的位置 那你说 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进多单 并且这个多啊 呃 你可以做短线 啊 当然可能我不建议哈 这种位置短线就浪费了哈 对吧 那第一个位置是不是有可能这里 对吧 下来多 啊 好吧 虽然说我不建议哈 这种这么好的机会就做短线哈 但是的话呢 你想做也是OK的 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第二个 来看一下 很明显上方的空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震荡 没问题吧 啊 它上来了就空呗 起来空 对不对 没错吧 啊 上方的空 对不对 我刚才不是跟他讲过 是吧 啊 嗯 对吧 啊 所以哈 现在这个黄金啊 短线啊 啊 这个还是可以空的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只不过在思路上啊 脑子里的那个东西啊 要 开始啊 为多头做准备了哈 千万不要拧不过思路来 好吧 啊 好吧 短线的空比较简单 我就不说了 对不对 就这个高位嘛 清不清楚 非常清楚 是吧 啊 我就没什么可说了 啊 你把线一换 这个来了 你就做 对吧 啊 好 那么这个是黄金啊 然后呢 来 我们看一下哈 原油啊 今天这个原油呢 我们怎么做啊 怎么做嘞 啊 最近这个原油是挺挠头的啊 这个 因为搞不清楚大方向啊 搞不清楚大方向的话呢 其实做短线哈 稍微的这个 就你不管多还是空啊 这个权重都会有所折扣 打折扣啊 就当你大方向清楚的时候呢 啊 你做一个跟大方向相同的方向的话 你的安全感会高很多啊 最近这个原油哈 其实看的是挺惆怅的啊 比较胶着啊 比较胶着啊 来看一下啊 其实啊 今天这个原油呢 短线也比较清楚啊 来看一下啊 这个图像看起来是个啥 画一下啊 来 上去 下来 破低 对不对 上去 破高 下来 哎 啊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什么 这是什么 动力结构吧 对不对 哎 有段时间没讲了哈 有段时间没讲了 动力结构 那所以咯 那这个位置 来我们非波画一下 啊 那是不是就要在76.4这个地方去 干嘛 多多了呀 你看 早上啊 就在很早的时候 还已经给到了一个位置 对不对 啊 并且呢 信号也出来了 对吧 这个地方呢 确实也需要信号 对不对 因为这个动力结构啊 除了第一笔的上涨啊 你看 对吧 第一笔上涨 OK 你看第二笔的这个下跌 它中间就已经开始什么 走的比较纠结反复了 对吧 然后呢 第四笔的下跌 你看走的更加纠结反复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不能左侧 右侧 那现在啊 由于在这个清晨啊 很早的时候 它就已经起来了 对不对 那没关系啊 我们首先干嘛 等下午的欧盘 二次信号来了以后 欧盘 二次信号 来了 多 对不对 注意啊 等信号 等信号 听到没有 等信号 没信号 别动啊 OK 等信号 没有信号 就放弃 好吧 欧盘啊 二次信号来了 多 OK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盘啊 呃 要清楚啊 黄金啊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技术含量啊 但也不是也不难啊 原油动力结构等信号 是吧 啊 好 那 大家哈 今天能够交易顺利 为自己本周的交易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啊 那下周一回来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